因应全国疫情三级警戒109年度的所得税申报期限展延到6月30号 而6月3号以后四大超商就没有办法缴纳原本的缴款书 纳税人必须要重新印制新的缴款书才可以到超商缴税 而只要在6月30号之前缴完税都不会加征、质纳金或者是利息 不过还是要提醒民众防疫期间也不要忘记申报所得税 因应全国肺炎疫情三级警戒109年度所得税含综合所得税及盈利失业所得税申报和缴纳期限展延到6月30号 已经收到税额试算缴款书或者是以综合所得税电子结算申报系统印制缴纳期限为110年5月31号的缴款书 会自动展延到6月30号 可以直接到代收税款金融机构用现金或票据来缴纳 不会加征质纳金和利息 不过花联分局也提醒6月3号之后 四大超商是不代收原缴款书 必须要重新印制新的缴款书才可以到超商来缴税 民众可以用行动装置扫描缴款书上QR Code 连接到网路缴税服务网站线上缴纳 或者是用行动装置应用程式APP来进行扫描QR Code来缴纳 如果符合税额试算服务而且缴纳金额在3万元以下的 还可以凭自然人凭证 以注册的健保卡加密码 或者是用行动身份辨识认证方式 到超商多媒体资讯机来补印税额试算缴税缴纳单 直接在超商柜台缴款就可以完成申报 另外也可以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 或者是综合所得税电子结算申报缴税系统 重新列印展颜期限到6月30号的缴款书 在超商或者是金融机构缴款就可以了 国社局也呼吁在防疫期间 请纳税人在家里头利用网路申报系统来进行报税 选用委托取款 信用卡 晶片金融卡 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或者是行动支付工具 线上转账方式来交款 减少出门降低群聚感染风险 今年财政部有新推出一个另外的报税方式 就是手机报税 手机报税之下要行动电话认证 所以我们如果说今年没有办法到国税局里来 我们也请民众能够多加利用手机报税 那另外如果说这个家里有网路的话 那也可以就是说用网路来申报 所以就是多用网路来手走马路 也许也可以提供您另外的一项报税的一个方式 有任何所得税申报的问题 可以拨打免费电话 0800-000321 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 戒律会欢迎室报道 然后呢 感谢观看